他下粽子米粒Q彈可見 这一颗颗胡州粽 吃起来油香不腻 入味的糯米和咸香的猪肉 混着竹叶的清香 与绍兴高粱的酒香 造就了独特风味 而这也是东森集团总裁 王丽玲难以忘怀的妈妈味 从小母亲都不让我们进厨房 她认为男孩子进了厨房 就会爱手爱脚的 不过我们牧师的母亲奶奶 每逢端午节 她老人家大概一个多月 会包上上千个粽子 分送给所有的亲婆左右邻居 来分享她的肉粽 她总是说这是功夫粽 所谓的功夫粽 就是要很用心很细心的来做 不是简简单单的 包括每一个粽子的肉 大小等等 她希望孩子们 孙子们 朋友们 一桌的粽子打开的时候 那个肉包在里面的重量 分量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奶奶用心之处 你知道吗 这个肉比较麻烦的吧 那有些碰到奶奶这个特性 一丝也好不能骂我 因为我做粽子很规模的 我说贵一点也不行 少一点也不行 王奶奶对于每样食材 每道功法都非常讲究 带着给家人吃的珍贵心意 每颗粽子都得经历八道功法 耗时七十二小时才能完成 王奶奶也在之前 亲自将粽意传授给孙子和孙女 让家的味道飘香第四代 王奶奶的粽子的口感跟外面差别 也差在于我们的米香的香气 还有五花肉跟梅花肉 两种肉的不同的口感 打开的时候它不会粘粽叶 因为我们的粽子有一个秘密武器 就是在高汤里面 在高汤里面我们会加猪大骨 还有猪皮去熬煮 那外面都是加水 然后猪油去熬煮 那这个两个成本加起来就是不一样 那这个整个过程是八道功 然后七十二个小时 看似简单的胡州粽 可一点都不简单 背后有着繁复的粽公义 以及王奶奶疼爱家人的心意 王奶奶胡州粽 于5月26号晚上9点20 在东森购物独家开卖 王莉玲不长思 与大家分享自己最爱的妈妈味 也邀请民众一同品尝这份美味 记者陈杉杉杉 谢盛凡 采访报道